他没动啊 嘿嘿 陈北东啊 嘿嘿 陈北东啊 说走咱就走啊 你又我又 哇 这儿你疯了 走啊 不是 你穿成这样 干啥呀 让我跟你过万圣节去啊 过啥万圣节啊 看不出来吗 旅游必备 今年新款 太阳的后裔 你能不能不恶劲我啊 他太阳的后裔 你赶紧的 你到底有什么事 你赶紧说 前几天你在朋友圈说 要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你的旅行 怎能无我 走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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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带我上哪儿啊 去的地方多了 有匈牙利 赫罗马 布鲁塞尔 蒂拉纳 波兰 柏林 索菲亚 南斯拉夫 葡萄牙 摩洛哥 赞比亚 还有阿尔吉利亚 布隆迪 卡芬达 华盛顿 文安华 墨西哥 巴拿马 红豆拉斯尼加拉瓜 野门 巴林 安格拉 科威特 新加坡 越南 老郭 何太古 瑞熟一点 意大利 印度 伊朗 西班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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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带我去那些地方呢 这些地方我带你都去不了 那去哪儿 农家院 不 去 去 去 小米烈 你能不能对我温柔点啊 腰不震的 你想去哪儿我陪你 去哪儿 去哪儿我也没想好呢 这不我有一高中同学 现在搞旅游呢嘛 我让他为我定制了一套旅游计划 马上就给我送过来了 关你什么事啊 你赶紧给我回家 那我就更不能走了 我得听听他的计划 如果他的计划没有我的计划好 你就跟我去农家院 晚上我还能当你助理 还能哪个淋包啥的 瞧你贱样 行吧 这样啊 等会儿他来了 你不许多嘴 不许说话 妥妥必须放心吧 说不定这样吗 小米粒 好久不见 老同学 老同学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看见没 人家这才叫太阳的后裔呢 你那叫后裔的太阳 啥意思 啥意思啊 就是 你被后裔给射下来了 脸先着的地 摔老草 老同学还是那么幽默 你还是那么高 你还那么有劲你 老同学 老同学 你忽默 哎呀好久不见了 是 对了 对 咱俩挺能事先不见面的 是吧 你那什么玩意是吧 那什么 这是谁啊这是 我把你介绍了 这是我家联姻王小倩 王小倩 果然够倩 谢夸奖 不客气 正式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刘 叫刘蠢蠢 哎 你说你叫啥 刘蠢蠢啊 刘蠢蠢啊 对她叫刘蠢蠢 这名萌吧 哈哈 小米粒 不是我说你啊 你身边的朋友 能不能聪明点 哈哈 不 这位兄弟你可能误会了 我的这个蠢 是蠢蠢欲动的蠢 他俩是一个蠢 什么 哈哈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是不是啊 哈哈 刚才咱聊了什么了 刚才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坐坐坐 哎呀 哎 老同学啊 你说上学那会儿 就咱俩关系最好 是不是 对呀 咱俩走在一块儿玩游戏 走在一块儿玩 对 那时候啊 我记得你 特别爷们 对啊 你呀 就跟小姑娘 人生长得老高 那时候咱俩自愿玩的游戏 叫啥了呢 郭佳佳吗 对 郭佳佳 郭佳佳 对 那时候啊 你总演吧 我总演吧 对你演吧 咱俩还有一个同学 叫什么来着 你算不高兴呢 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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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咱俩儿子 是 大刀瓜子 大刀瓜子 老大了 什么来着 对 你是不是跟他长得挺像的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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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挺尴尬的 遇上尴尬我不怕 因为我已习惯了 那个兄弟 我听小米粒说 你对旅行挺在喊的哈 不吹嘘的讲 从季孝毕业到现在我一直都在旅游 那这些年你没干啥正点事啊 不是 我本身从事就是导游这个行业 所以一直在旅游 啊 那恭喜你 我现在成为了你的上帝 怎么说呢 成为了你的客户 现在这位上帝想听听你的旅游计划 行啊 那小米粒我就说说你的旅游计划 说说说 我为你制定的 那就是豪华泰国七日游 那里水清沙白 那里碧水蓝天 那里的人民很热情 那里的人民好喜欢 尤其是那句沙瓦迪卡 更是快智人口 所以说我们第一站 一定要选择泰国的首都 被誉为天使之城的曼谷 哎 曼谷好啊 我就去曼谷 等会儿等会儿 你说什么谷 曼谷啊 我这也是吧 生活节奏比较快 不想去曼的地方顾溜 不是 我说曼谷它是个城 那你说什么城市节奏快 农家院 上菜可快了 不是 这两个地方没有可比性 怎么就没有可比性呢 你看 你们去曼谷 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 一览无余的原始森林 去农家院 可以看一望无际的爆米地 不是 去曼谷啊 我可以带你们去看各种的佛教寺院 去农家院 可以拜各个就是村头的土地庙 去曼谷啊 我可以带你们去亲自骑骑真正的大象 去农家院 我可以带你去骑足 不是 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现在此刻我特别的想做一首诗 啊 曼谷丛林树围绕 大象猴子少不了 碧海蓝天成一谢 你应该叫王小剑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呢 我也给农家院做首诗 啊 青山避水绿悠悠 威风掠过小河沟 小猪小猪快快跑 蠢蠢马上就到了 不是 小明天到底谁啊 那是啊 我让你多嘴吗 你该回家 我没多嘴啊 这旅友和旅友之间交流都不让啊 哎 你纯纯啊 你不要劝我 我这个人声名啊 我最喜欢跟别人交流 好 我现在就让你看看我的专业 哎呦 我怕你是大的 我是管你俩 说到专业 我先让你看看我的装备 专业户外登山帐 专业户外登山服 专业户外登山库 专业户外登山靴 专业 这我骂过买的吗 嘿 我也让你看看 农家院 春游必备 青花池 琉璃小火锅 我爷给我买的麻辣味的调料包 我爷给我买的麻将味的调料包 我爷给我买的海鲜味的调料包 这是我喜欢吃的榴莲味的调料包 你还榴莲味 你还整出榴莲味的调料包 我告诉你 泰国就是盛产榴莲的地方 既然你这么说的话 就让你看看泰国人民的热情 你还在拿回来 你都会让我 Juda 我妈去哪儿 可是我 我妈去哪儿 你还在看泰国 你也在这儿 他只要准备 我把你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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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担作 你担作 我上天上的样子 你不跟着你这么说话 我上天上的说话 你的身体和我亲爱的说话 不是 我那我也会 行行行 行了 你俩可别跳了 让你俩这么一弄 我都不想去了 现在我知道了 年轻人的旅行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规划 要的就是说走就走 要的就是热情 你们两个跟我一起来 来 我们大家一起来 小米莉 你选择去哪儿 你选一个 挺好的两个地方 让你们俩整洗碎 我哪儿都不想去了 等等等等等等 小米莉 你别生气 我不是不让你出国 你看啊 去农家院吧 还便宜 还接地气 出国多贵呀 那贵我又没有你花钱呢 说了半天 说了半天原来是钱的问题啊 瞧不起谁呢 钱不是问题 问题是没钱 我算着看出来了 兄弟啊 咱俩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小子 握手严和啊 严和 相见有点恨晚的 是啊 其实我说实话啊 我为小米这打造这套计划 不贵 5800块钱 而且你关键你提我能打折 打多少啊 5700 你信不信我一大嘴巴的踢你个好歹的 你说你的兄弟老师不听我把话说完 我说的这5700啊是买一赠一 也就是说5700块钱可以去俩人 比方说你俩就可以一块去啊 那我去泰国 哎 是不是啊 还有女人呢 恭喜你还剩俩 那啥 我今天没穿现机刷卡行不 我有泡子 小米粒 我给你报名了啊 我不用你 不是 王小强 你说这多你什么呀 我不用我 后悔完了 就咱俩去泰国 嗓哇地康 谢谢你啦 没问题没问题 喂 哎大姐啊 哎你们去我四季我们家啦 还有农家院 哎还能提猪 真好玩啊 行我现在马上来啊 我去不了啦 我去提猪啦 小米粒 小米粒 你等一下就给你拱了 那个 兄弟 啊 你看啊 刚才这卡吧 是 这么刷的 钱进去了 哎 我要 这么刷的话 钱是不是能回来 你试试 好像不好使 再见 不用说 泰国豪华骑日游 能看热带森林能骑大象 原价五千七 现价五千亿 现价五千亿 有趣的没 嗓哇地康 有趣的没 十块 你都上一天的去吧 都 喂 爷爷啊 你搁哪呢 在泰国呢 你先别回来 孙子 再请你玩七天 你这下午 你老了 怎么办 来 我来 你老了 帮我 早 早 早